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呢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走 走 走 这山东藏的可真好 上面还贴水呢 阴谋 肯定有阴谋 行了 别长考阴谋 我必考阴谋的 你怕他们出事啊 他们出事你就开心了 快点 我们家都快点 说 小满 这什么都没有 咱回去了 不会 没看能进来之前吗 我锁着包着夹着胳膊 出去就太多挺胸 我怀里肯定藏了东西的 走吧 没什么 干什么呢 干嘛呢 原来他们抛的是枪啊 这些枪不是被这打破斐用的吗 他们从凉仓底下偷出来了 小满 这有本事 你干嘛 小满 行了 小满 行了 小满 别闹了老大人出事 这我玩过 姐不教过吗 你怎么知道吗 没有 你怎么知道 没有 我 不好 坐 这应该没子弹啊 小满 你说句话 说话了吗 吵话了吗 这应该没有子弹啊 我跑 我帮他起来 我 你干什么 我把枪给你帮过去 快点 别闹了 跑 跑 都死你 快让 小丑啊 快带几个人上山看看 是 你抓了吧 你敢撬 你肯定要死的 你说没死的 我也要死 别闹了 我们把枪找到地方 另外藏起来 行 去 快去 你说动我东西了 我没动你枪 我们真没动你枪 说枪了吗 小兔崽子 你动枪 怎么样 是不是动我枪 什么动我枪 打赢了 行不着 小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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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他不是一会儿的 他藏枪 对 我们俩一会儿的 就你们俩这样子 倒跳我都不要 没错 枪是我拿的 香平 你说你怎么这么 不听话呢 你非得把大爷爷 气死你才甘心呀 行了 都先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 香平 走 走 送你到县城读书 都读成什么了 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还学会了偷 要你这种子孙干什么 大爷 水燕 你们别生气 你要是真不要我 那就把我赶出顾家吧 赶出去干什么 去当炮灰呀 不是当炮灰 我要上战场 打鬼子 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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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国你也得先给我留下肿 都像你一样的去当炮灰 所有的家都毁了 没有家哪儿来的国呀 我打仗不抗日 当了王国奴 我这还有什么用 小秋 把他给我关进祠堂 让他自己跟祖宗交代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我没错 还顶嘴 你要关就关吧 你关不住我 香水 少爷 香水 你在祠堂里守着 他要是再跑出来 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 都说上辈子作孽太多 这辈子讨债的都来了 大爷爷 您别生气了 香平哥 他一定会想通的 大爷爷 依我看啊 九哥给他找个堂克 他就不想要打仗了 你 还是你们两个懂事 知道怎么体谅老人家 你们俩跟我来 你们长大了 有些事情 也不应该再瞒着你们 你们俩跟我来吧 当年女长孔大伯 也就是十多岁 学识过人 是全村出了名的孝子 我对他寄予厚望 准备好好地培养 把这一大家子 交到他的手里 所以平时就对他过于严苛 你们奶奶心疼儿子 就对我有意见 一次 我领他到园林 谈童游生意 他生病发烧 也不坑一声 没想到走到半路上 他就不行了 吃药大针都不管事 等我把他送回家的时候 他已经断了气 长空死了 你们奶奶就觉得 是我害死了她的儿子 就带着你爸爸常宁 回到了长沙的娘家 几十年了 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 都不肯回来 我每年都派人到长沙去 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 可是人怎么去的 又怎么给我哄回来 长沙都创成这样了 奶奶都不肯回来 何况太平时候了 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 当初他叫到胡家来 我就不同意 他就一直记着 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 奶奶凭了一种好手艺 把我爸爸送到了读大学 也让我们这些女孩上了学呢 提起胡思奶奶 大家都举大母哥夸呢 他们走了多久了 这才刚走呢 这一座城吧 烧成了灰上了天 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 你一边擦 它天上一边掉 擦了也白擦 奶奶 你看看 这小胶又天天到处乱蹭的 我也没办法 跟双胞胎小时候一模一样 那个时候我天天追着屁股 后面洗衣服 热天还好 一到了冬天哪 我这一双手吧 全是斜口子 所以奶奶啊 你现在应该想他们的福了 是啊 我好不容易 把他们两个拉扯大 我还没想上福呢 有人就想抢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你们奶奶确实是有本事 养了几个好孙子 尤其是你们两个 人长得好 聪明 懂事 孝顺 我喜欢得不得了 大爷爷 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 真是对不住了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土都埋到脖子上了 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计较的 就是有一件事 我放心不下 你们都看到了 胡家本来就人盯不忘 再加上年轻的 还死在我前头 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 大爷爷 您别想这么多了 咱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大爷爷 回去吧 这都是命啊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了 小满啊 我们家大业大 足够你一试吃穿不愁 留下来吧 别学他们一门心思地往外跑 你看他干什么呀 香水不争气 香瓶又不务正业 您朕这辈子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你不出来承担 难道我还交给别人哪 长沙的房子虽然好 但那些都姓靴 你们算是寄人类下 你们姓胡 是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胡大少爷 要是说句话呀 奶奶还没回来呢 等你接了我的班 掌管了胡家 再把他们借回来 让你奶奶 享你的福 舍得长沙吗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 长沙那么乱 大爷爷 她呀 是舍不得长沙的妹子 就你多嘴 我舍不得妹子 你还舍不得你那小男人 什么小男人 那是我未婚夫 人都死了 你还能为她守一辈子话呀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 要不是那场大火 可怜的孩子 别难过了 大爷爷 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大爷爷 我们不是那意思 您就别操心了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用你操一点点心 放心吧 大爷爷 我心里有数 他把你讲人 都怪你 都怪你 你瞒你 焦满 你说刚才大爷说的 不是认真的吧 怎么不是认真的 老人家呀 都喜欢乱点鸳鸯 上次 从奶奶那儿 全家都逼着你和盛春厨结婚 那怎么 那怎么办呀 咱们要不赶紧回长沙吧 老人急啊 心里有人 可你的心上人在前线打仗呢 你鞭长 够不劳啊 我今天就鞭长莫及也罢了 过来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什么鞭长莫及啊 什么情人打仗啊 小白奶奶 害羞了吧 心虚了吧 气短了吧 谁吆唬谁乱烫 谁脸红黑 你再说一个 你把字幕打你啊 不吭吭 不吭吭 我跟你说啊 这种事 大爷一点怎么可能做出 就算他不问你 也得问问奶奶和爸妈吧 他再怎么独断专行 也不能乱了规矩 连父母都不通知 就把你给嫁了 对啊 反正奶奶肯定不会同意的 就是 再说了 大爷现在正愁 找不着机会 跟奶奶和好的 他不敢做得罪奶奶的事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松了口气 刚才真把我 吓一跳 对了哈 胡小满现在做了大少爷了 这说话也利索了 脑子转得也快了 是吧 别提这事了 奶奶知道啊 肯定得气死 你知道奶奶生气 你还敢乱答应 我哪儿答应了 你说长这么大 突然变成了 有田 有地 有铺子的大的财主 谁不都得傻一阵子吧 我发生了 向江小姐 向江小姐 靖爷 你怎么来了 不在家看见香平 还是我们这儿好玩吧 小马少爷 我想求你帮个忙 可是香平少爷不让我找你们 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怕不让你找我 那这帮我帮 一定帮 一句正经的话都没有 靳言 咱们都是一家人 别那么客气了 只要我们能帮上的 一定替你去办 远了不敢说 在香榻胡家村这一亩三分店 没有能打倒我们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跟 大爷爷求个情 让他把香平少爷放出来 这门崽子长高了 胆大了 皮又痒痒了是不是 不 不能动手啊 不能动手 走远点 我说你们两个 是一个一个上的 还是一起上 你们好好 我来教育教育你 不 不能动手 这大 大爷知道就 我们是大爷的心肩肉 不敢碰 你们这块肉啊 我都要碰一碰 要打要罚 老子认了 小马恩 别输啊 别给咱们潮山上丢人 输了我叫你一辈子姐姐 让 来 小马恩 苏塔 苏塔 我想吓他 这钱哪儿到哪儿啊 哎 哎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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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服不服 哎 服不服 干吗你打呀 哎 哎 小兔崽子 服不服 就你这两下子 你下辈子你也打不过我 又是为了那个翠头啊 去 敬言 这个事吧 不是我们不帮忙 依我看 这也相凭自作自受 他要好好在家待着 不去偷枪 大爷也不会罚他呀 那他溜出去又不是贪玩 更不是做坏事 不应该受罚的 他这不做坏事 比做坏事更可怕 你想想 战场上那枪炮可不长眼 她又去了没能回来 皮下三奶奶一个人 那怎么办呀 我奶奶就是因为 我大伯的事情伤了心 才和老家这边的人啊 不相往来的 想瞒少爷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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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我看你啊 真是无妖可救我 我以为你心里 只有金凤一个人 没想到你 这么快地贬心了 我那叫路肩不平 拔刀相助 怎么扯到心愤身上了 小江小姐 扯了 老板 我看你娘 今天漂亮妹子 你看那个拔刀管 你们可来了 她都把我骂死了都 你们两个狗皮膏药 怎么到哪儿都甩不开啊 果然点 我们是来找香水玩的 又不找你 鸡什么洞啊 是不是靳妍 顾小门 我告诉你 你敢碰气炎一下 我出去揍扁了你 等你出来 靳妍妹子早嫁人了 又做我的 也是她的老官 轮不到你 吴小门 你别开玩笑了 行了 行了 别砸了 你砸有什么用啊 这外面上了锁呢 你呀 还是好好听听 我们劝你吧 你现在呀 去给大爷爷磕头认个错 跟他发誓 再也不动参军打仗的念头 弄了半天 你们是给大爷当说客的 他们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香水 你傻呀 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的 只是想看我笑话罢了 靳妍 信不信 你给我接个吻 我保证你们家香水少爷 反正末末冲 冲出来的 胡小门 接吻 过去 接吻是什么呀 行了 什么时候啊 还有这心思呢 一件正经事都没有 你再这样吵吵嚷嚷的 大爷爷待会儿知道了 咱们都得倒霉 那怎么办呀 给他出主意了他不听 非说咱们是来笑话 我能怎么办 香平少爷 你就说两句软话吧 我没错 你认个错也不会掉花肉 我没错 没人说你错 可你不认错 大爷就不放你出来 在这个小黑屋里 关你个十年八年哪 你也没有脾气 灯鬼大把全窟囊都炸了 你出来还有什么用 我姐夫常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但这句话呢 还有后半句 这个人哪 不会一辈子在屋檐底下待着 等有一天 自己盖一间大房子 棚底高高的 就不用低头了 知道吗 都说你是全村最聪明的 不会连这都不明白吧 静妍 你去替我给大爷带个话 说我想通了 好 我这就去 等等 刚才还宁死不屈呢 没过半天的行李 大爷肯定不信 那怎么办 这样 香水 你去跟大爷说 说香平少爷病吧 先给他放出来治病 好 行 等等 躺得太小了 静妍 还是你去吧 我 我也有点怕 这是就你们家香平少爷 你要再怕就没人能行了 行 我去 香平少爷 装病不用我教你了吧 大爷爷 县里的掌柜 有事脱不开身 派人送信来说 这军队 又来谈买军粮的事了 这事没得商量 我觉得 他们跟别的住军 不太一样 在街上买东西呢 也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 也不拖不欠 也没有说强压价 我也没说不卖给他们 我不是叫你 把城里 你香的五百弹给他们吗 那军区官说了 说他们现在啊 正在招兵买马 这五百弹米 根本就不够用 他还说 整个湘潭县城 就属咱们胡家的米店 规模最大 您出货量也最多 需要您来支援抗日呢 每次买米不是这套说辞 你上次又不是不知道 米仓刚从我家出来 转眼间就进了黑市 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 这结果呢 韩副局跑得比日本人还快 把整个山东 他拱手让人 再看看眼前的长沙 日本人还没有来 结果被自己人收了个干净 你去告诉他们 最多五百弹 多一厘米都没有 可是 那县城的米店 虽然表面上都在看 咱们家的动向 其实心里还是想卖给他们 支援他们抗日嘛 咱们这么坚持不卖 这世面上 已经谣言四起了 有人说 反正说得挺难听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说咱胡家想趁乱发国难财 甚至有人还说 胡家想把米留给日本人 日本人来啦 日本人来了 我就一把火把他全烧了 一厘米不给他留 要是再要人嚼舌头 你就把他领到这儿来 来看看胡家祠堂的那些牌位 都是二十几岁的孩子 哪个不比几千大米净会 大爷爷 大爷 您别动动了 那我现在就去给掌柜的传话 把您的意思告诉给他 等等 小秋啊 大爷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 小秋啊 你觉得香香这姑娘怎么样啊 挺好的 你怎么说 香香和小满这两个孩子都不错 尤其是香香 难得的聪明 有主见 小满淘气了点 男孩子嘛 以后会变的 最主要的呢 是她的心 始终能想着咱胡家 你以为我看 香萍要是不争气 他们两个将来 可以接替我掌管胡家 大爷爷 你说这小满是咱们家的后代 这做接班人那是天经地义 这香香毕竟是个女孩子 早晚是会嫁人的 所以说呀 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留在香坛 您的意思是 小秋啊 既然 你觉得香香不错 你就把她娶过来 将来你在全家做主 说话也有分量 怎么 你不想娶香香 大爷 你说 我是一个香家人 只怕人家香香看不上我 你说你这孩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就和我的亲孙子一样 没有人瞧不起你 也不敢有人瞧不起你 可 大爷爷 咱这事 是不是应该征得香香的同意啊 一个女孩子家 婚姻大事 哪有自己做主的分 就这么定了 至于小满 我看静言不错 模样漂亮 性子也温顺 他俩般配 就她们俩吧 大爷爷 那 咱这件事是不是应该跟长沙城的石奶奶 还有长宁叔他们通报一声 那万一老人家要是不同意 再到乡下来大闹 这可不太好吧 就怕她不来啊 就这么定了 有什么事啊 我担着 只要胡家不散 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 我想满文发现了啊 那正经事还没一个精通呢 这弯门邪道不比谁都行 我这就是干正经事 就此外头那个臭皮剑 关上他早晚得出事 咱们都被姐夫关过紧闭 这资本你知道 那你可以劝他 不要总想让雷家初走出去打仗啊 你为什么叫他瞎谎 不偏大爷爷 你就是想偷着把他放出来 是吧 知道还问 我还知道 你呀想让湘萍替你杀出一条路来 你跟着这条路一起跑 是不是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出大事了 大爷怎么这么霸道啊 跟你找我婆家也就算了 怎么把我也烧上了 叫你刚才现在乐祸 现在跟我一样了吧 倒霉了吧 怎么办啊 我不想嫁 不过话说回来 静雅 我没点不好啊 你就这么不想嫁我 没 没什么不好 再不正经 小心我尽你老底啊 都火烧眉毛了 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你说怎么办 跑 往哪儿跑 回长沙呀 既然大爷爷对咱们这么无情 咱们也没有必要给他留面子 咱们先回长沙 奶奶知道了 也不会不高兴的 对 那咱快走 你们怎么跑啊 你能帮我们偷乱驢车吗 驢和马都是小秋哥亲自喂的 少一桌毛他都能发现 从他眼皮子底下什么都偷不出 那 那你就干脆跟他摊牌 求他帮忙带我们走 算了吧 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 他敢放你走 其实小秋哥心里已经有人了 谁啊 就是在咱们护家帮工的水兰姐 他跟我最好偷偷告诉我的 不是 那 那他干嘛答应这婚事啊 对啊 他是大爷爷捡来的孩子 从小最听大爷爷话 向平少爷说他余孝 就算是大爷让他去杀人 他都啃的 胡佳怎么全是这种怪态呀 要我说 没驴没戳又怎么了 咱们不有两条腿吗 大不了走回长沙 你想留在这儿娶他吗 不想 那就赶紧回房间收拾东西 嗯 你想嫁给他吗 不想 那你就得听我的 知道了吗 这样行吗 我可从来没说过谎啊 没问题 一回声二回什么嘛 再说了 您这也算是做好事啊 你不光救了我们 你救了你自己的 这最主要的呀 你救了你们家香平大少爷 有时候说谎啊 也是能救人的 香香小姐 没想到 你比小满少爷 还有像诸葛亮 他慌了你都没慌 这不都跟我们家姐夫学的吗 非得是道给逼的呗 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 你现在啊 赶紧跑出去 记住啊 一定要哭得惨一点 越惨越好 要想办法 把大爷的注意力 全部都集中在香平哥身上 我们逃跑呀 也就容易很多了 我看你这样 我还是不放心 你这样你给我哭一 我先看看 真一点 我哭不出来 你这样不行啊爷 你等一下啊 坐坐坐 知道这是什么吗 清凉油 我告诉你啊 抹上它 我保证你哭三天没问题 怎么样 对对对对 流出来 流出来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行吗 是不是沙沙的感觉 记住了啊 你告诉香平哥 这事一定得保密 我们就算扯平了 赶紧去吧 照顾 别老揉我眼睛 晓鱼 你看 教他一下 不知道啊 大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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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啦 大爷爷 香瓶上人不行啦 怎么了 孩子 把话说清楚 香瓶怎么了 上头下线 抽烊脚疯的 我没听说过 他有这个病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就看见他 一直躺在地下 满嘴胡说八道 声音吓死人了 那赶紧请大夫啊 你明把房门都堵死了 我们所有人也没有钥匙 也根本就出不来呀 是三奶奶 大爷爷 香瓶上人 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三奶奶这房就绝了 你胡说什么 快点 你看看你 刚走几步道啊 摔几个跟头了 前半路怎么办 我才没摔跟头呢 你不也是 倒了长沙 也变成光丢的宝女头才 少说几句话 留着力气走路吧 要不是你 我早翻过这个山头了 五十步小百步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好歹能坚持 你呢 喝多几步道啊 小脖子快断了吧 没用啊 你可怎么办 干什么 大屁股 上来吧 还有我大理参拜请你啊 我自己能走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你走得那么慢 被抓过这成亲 我反正不怕 这个静言虽然不是金凤 但也挺漂亮的 你可就惨了 从此以后 要穿在胡小秋的腰带上 过日子了 快走 快走 我告诉你 到了长沙 我这人家让他 整条岁都知道 您看见鬼子 嫁了尿裤子的事 把尿了我 你说你这样 谁敢娶你 别废话 懒骨头 嫁 嫁 人那么沉呢你 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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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表右转 哪是右哪是右 我又都不回吧 好啊 把衣服都整理整理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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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就看到让他 熊 tesa 你再带我 你再带着 你走了 别多 你 你 你的老伙子 他老了 子 他老了 你找我 你 Raising 你 我 我 你 你 吊洞 吊你们来干什么 该上伙食啊 别笑 整个 我不当伙服了 我现在是投弹手 我 我是机枪手 你当机枪手 你这样的人上阵地的话 不知道害死多少人 他们两个之前是伙服 为什么现在进了战斗许列 你们怎么安排的 你要不说的话 我自己去查了 长官 你可千万别 我时到劫难 我们俩就是混俩钱花 家里还有好多孔子人 等着我们养活了 长官 长官 我还有老母亲 还有私有老娘子 你们两个还不赶紧 向长官道歉 对不起 长官 对不起 长官 怎么回事 长官 这事我最清楚了 路上我们慢慢打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快点 回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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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起来 早 你是邂逅啊 我背了你一道了 我都要散架了 我要有力气我就背你了 赶紧的 你俩让大爷爷 把棱子抓回去关起来啊 你耍布子 折了吧 小姜 小宝 小布子 大哥是我布子的呀 怎么又追了 小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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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刚才那两个当兵的 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 这个每个部队都有 不稀奇 替死鬼 替谁死啊 有些有钱人呢 舍不得儿子 就找人花钱冒名鼎屁 到战场上来当炮灰 为了钱 连命都可以不要 您看老高和小臂那样的 像是亡命毒嘛 我敢保证 只要枪一响 他俩窜得比兔子还快点 快走啊 但是肯定没到处 这位小舅不能 是让我忙 是啊 快回来 快点 走啊 快回来 别跑了 回来 别跑了 你没有地雷啊 走 地雷 你吓唬谁呀 当我没见过他 我姐夫用地雷壳子 做回夜壶 我真没骗你 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 千万不能踩上 你踩上命就没了 别轻打了 走 别动 快回来 走啊 别动 江湘 我好像 踩着了个东西 我还真想得也呼 江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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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 别哭 别哭 怎么办 江湘 你别害怕 你别哭啊 我现在去找买雷的人 你千万别动 小婉看着她别动 你也别动啊 小婷 我要快一点 我一会儿丢回来 千万别动啊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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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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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婉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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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婉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别碰我 你碰我 她炸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